变成演员 转行成为演员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是我刚好主持到我老板的活动 然后就在活动上 其实我们都除了正常的 采访的问题以外 跟他有交流以外 都没有额外的交流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 没过几天 然后我就收到姐姐的那个 微信给我发语音 她说 说小阮现在有一个 我这边在筹备一部戏 有一个比较出彩 蛮出彩的角色 一个女二号的角色 说你要不要来试试 因为其实当时 我只有老九门 是让大家看到的吧 就是在影视作品里面 但是那个其实也是个 打酱油的角色 也不是说是多么 出现了很多集的也没有 但是就因为看到了那个 然后姐姐跟我说 说她想让我来试试 然后那会儿呢 是刚好我在爱琪的合同到期了 我可以选择 那时候爱琪给我的条件也很好 就是说 你如果继续做主持人 那么我们就跟你签一个永久的合同 你可以永远在我们这儿做主持人 就是你只要不提离开 我们也不会开张 就是这是一份很稳妥的职业 然后要么呢就是 要么我就去选择做演员 转行 这是个大的决定啊 你看你过去四年都在学主持 对吧 对 所以你有跟其他的人商量吗 就去做了这个选择 没有 我看了这个剧本 然后看了这个剧本之后 我就喜欢那个角色 我是觉得我特喜欢那角色 我是觉得我 我不用特别演的 我可能属于我 垫垫脚我能够得着的事情 我就想试试 难吗 一演戏 不简单 就是做主持人的时候 因为之前也有演过戏 但是那都是打酱油科串嘛 那时候真没 那是我对自己的认知 还是一位主持人 我只不过去剧组玩玩 感受两天 那真跟做演员是不一样的 然后真正进组 就是签了公司以后 所以我在进公司之前 我还去刘天池老师那 报了个表演班去学习一下 因为我觉得基本功还是重要的 我就怕我在现场 给人家添麻烦 就是什么机位也不知道 眼神也不知道往哪看 就这些基本的东西 还是应该提前掌握一下的 所以我就提前去报了个班 然后就进组了 我基本上学演戏 都是在组里学的